印度东部大城加尔各达一间医院 8月初发生女实习师的医师遭到性侵杀害 激怒了印度的基层医疗人员发起大罢工 首都德里各达医院已经罢工6天 现在印度医学会17号也加入了抗疫行列 全印度最大医师组织因印度医学会宣布 从17号开始罢工24小时 全印度约百万名的医学会会员 从清晨6点开始暂停门诊跟一般手术 只有急诊跟重诊维持运作 美印度医学会也提出全面改善住院医师工作和生活条件 中央修改了医院保护法彻查女医师命案 要在期限内伸张正义究责等五大诉求 哈喽我是主播王运竹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随时锁定华智新闻YouTube频道